來得梅田, 就不要吃一頓這麼少 因為選擇太多了 錯過了就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有下次 在大阪吃炸串 普遍跟我們在香港煮魚蛋一樣 到處都有 但是看我現在這一套 好像吃法國菜一樣 融化了, 升級了 這款式比我們在香港煮魚蛋多很多 這算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醬汁, 是海膽汁 裡面的餡料是秋葵加烏卡, 即是魷魚 那Lunny很吸引我 嘗到非常足料的魷魚 好像剛剛在海裡跳進來我口裡 秋葵的味道就被它搶走了 對, 綠色的就是 反而這個魷魚汁不太吃得到 我再試給大家看看 真的是魷魚 這個就是我們小時候 讀小學的時候吃的孖條 錯了, 是吃粟米 這次的粟米這麼小 為什麼要吃一粒呢? 雖然它是炸了 但是粟米很新鮮 很甜 連這杯也很清新鮮 現在整個人很快 這套東西 融化了的炸串 還加上一杯飲品 有酒精或沒有酒精都可以 只需要900日圓 即是大概70港幣左右 比你在街邊逐串叫